后金天命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五年 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 选择沈阳作为都城 这更加有利于他对明朝的进攻 也强化了后金王国 沈阳要被称为圣经 取名有新圣之都的意义 努尔哈赤迁都之后大兴宫殿 主体建筑有大衙门 也就是大政殿 和他左右排列的八七亭 后增左一亭右一亭为十亡亭 这些组合的建筑群 正反映了后金函 与巴赫硕贝勒的共同义政 也突出了国家的八七制度 后来乾隆皇帝北巡圣经时候 曾经写下一首诗啊 称赞沈阳故宫 说一殿正中居 石亭左右分 同心愁上下 何至立功勋 辛苦勉先贡 规模拥不群 是臣勋孝弱 宗子更绿秦 纳尔哈赫定督沈阳 但是他跟明朝的战争 却是越来越激烈 就在萨尔虎大战的那一年 后金兵不是乘胜进攻开元铁岭吗 这两次又把明军打了一个爆头数算 两年之后 后金兵攻陷沈阳辽阳 进攻辽沈地区 纳尔哈赫在辽阳城东 五里这一个地方筑城 建为东京 他认为辽阳这个地点很好 咱们说了 可以攻打明朝 北可以罚蒙古 南可以争朝鲜 而且呢 离他原先的都城赫多阿拉还不远 攻击又有保障 现在迁都沈阳了 沈阳成为后金的政治中心 也成了跟明朝作战的大本营 咱们再说明朝 经历一连串失败之后 明亭于万历四十七年 启用名将雄亭帝 让他经略辽东 雄亭帝自非白 是江夏人 就是现在湖北武昌人 他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 当过御史 在万历三十六年 他作为辽东巡岸 出镇辽东 这个人身长七尺 善其舍 能左右开工 他曾经多次上书 对明军将帅 在辽东的做法表示不满 认为照此下去 迟早会损兵折将 果不其然呢 撒虎大战的时候 明朝的那位大将杨稿 败了个一败涂地啊 别提多惨了 朝廷就想起雄亭帝 当年的遇见了 提升雄亭帝 为兵部侍郎 兼又监督御史 赐以上方宝剑 赋予自行决断的大权 雄亭帝 率军刚刚出关 就传来开园铁岭失守的消息 沈阳辽阳是人心大乱的 雄亭帝日夜兼程 赶赴前线 路上遇到了很多逃亡士兵 一声令下 命令他们赶快归队啊 有那个不论一打仗的 当场逃跑 抓着就杀呀 这算制止住了溃逃的民兵啊 随后 明朝兵兵统一起来 雄亭帝整顿边防 造战车 致火器 郡河善城 数月之后 守备更加严固 雄亭帝又上书朝廷 要求调集兵士十八万 分手清河 俯顺 各个要口重镇 正当雄亭帝雄心勃勃 全力整齿辽动军事之时 朝中一些官员 还在背后抨击着呢 感情这雄亭帝 有胆有识 勇敢善战 但是性格不太好 刚强自负 有时候一上脾气就好骂人 所以得罪了一些同僚 太昌帝元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六百二十年 雄亭帝被朝臣弹劾 罢去了职务啊 这刚把雄亭帝罢免了 第二年沈阳就丢了 总兵贺世贤 游士公战死疆场啊 形势危急 朝廷中有人又主张了 应该还是弃用雄亭帝呀 开始呢 还有人反对 没多久 辽阳岳被攻陷 自塔山沿途二百余里 是烟火断绝呀 精略大人袁英泰 为此而自杀了 内阁阁臣 有人上书皇帝呀 如果能让雄亭帝 精略辽东 就不至于弄成这样吧 到了这会儿 大伙谁也不好再提意见呢 统一想法 于是朝廷再次下诏 让雄亭帝镇守山海关 同时任命王化珍作为巡抚 这巡抚王化珍 驻守在广宁 就今天的辽宁北镇 这个王化珍是刚毙自用 狂妄清敌 根本不懂得用兵之道 可是他却指挥着十多万大军 山海关那儿呢 只有少量部队 雄亭帝虽然被任命为辽东 精略 但是徒有虚名 大权在王化珍手中 雄亭帝王化珍 在辽东战事 怎么打的这个问题上 存在很大分歧 两位将帅 各有自己的一套主张 雄亭帝分析 双方实力跟战局之后 提出三面布置的策略 就是集中兵力与广宁 对付强大的敌人主力 在登州来州天津 各置水师 趁虚进攻后津的大后方 动摇其军心 等敌人回兵的时候 趁机收复辽阳 三一个是在山海关 特赦金略 截至三方统一指挥 可这王化珍呢 他跟雄亭帝想法不一样 觉得一个小小的满洲 何至于如此兵分三路啊 就应该全线出击 分兵囤守辽和 王化珍还能吹呢 只要给他六万兵马 就可以一举荡平后津呢 一个是以手为主 一个是匆忙出战 手与战的争执 造成了金略跟巡抚之间 严重的分歧和不合 后津天命七年正月 努尔哈赤 窥探到明军方面的军情后 是七帅大军渡辽和 向辽西进攻 后津军渡和之后 没有直接围攻广宁 而是向广宁的前哨 西平等城堡进逼 目的当然是引诱广宁南下来攻打呀 这王化珍果然重计 派兵到西平镇武这一带去设防 而后津军随后就向西平发起猛攻 明朝的副总兵罗一冠带领三千兵士 聚城固守 战斗激烈 城中是弹尽粮绝呀 结果西平城被后军攻克 首将罗一冠士自吻殉国 三千将士全部阵盲 西平被围的时候 轻敌傲慢的王化珍 一时是不知所措 有中军孙德功向他献祭 说王大人应该净发三万广宁兵 前去救援 王化珍平时里就拿着孙德功当心腹 一听他这话 马上你去当先锋吧 去救西平之为 其实 这孙德功早已经暗中投降后军了 他率领明军跟后军一接触 就大嚷兵败啊 他自己这打马羊边先跑 你想这主将都这德行了 那明军还能打什么劲啊 谁还顾得上作战呢 我与红而散 后军军趁趁追杀 三万元军就在西平附近的沙岭 是全军进墨 孙德功 抬回广宁 他一心想活捉王化珍 向罗尔哈士邀功啊 便到处散步 说后军兵已到了 这流言这东西最能蛊惑人心呢 广宁城里是一片混乱 那王化珍干嘛呢 忙在这还忙在鼓里呢 照旧静坐卧室 处理军中文书 有名参将级了 慌慌忙忙闯进屋中 大叫一声 快走吧 形势危急 大人不可耽搁 王化珍一听一愣 什么样形势危急啊 他莫名其妙 参将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 一把拉起他 就拽在外边 有人把马匹背好 他招着王化珍就上了马了 就这样 王化珍是弃守广宁 仓皇西逃啊 不久 大队后金兵 在孙德宫的引导下 进入广宁城 努尔哈赘派兵 追击王化珍 一口气追了二百多里 这才收兵 广宁周边的诸多城堡 被后金军占领 王化珍在大灵河 遇到了熊廷 避着放声痛哭啊 早知今日 我要听熊敬略的就好了 嘿 熊廷毕一声长叹 冷笑一声啊 六万军 一举荡平沈阳 不是王大人说的吗 现在怎样啊 王化珍 这才感到惭愧 事已至此 两个人只好 一起退入关内 广宁战事 前后历史 也就二十多天 广宁丢弃之后 接任名辽东 精略的是王再进 王再进 在总结此前辽东 发生的几次战争时 说过这样一番话 一坏于清河府顺 再坏于开元铁陵 三坏于辽阳沈阳 四坏于广宁 初坏为危局 再坏为待局 三坏辽阳沈阳为残局 至于四坏嘛 等于是丢弃权辽 则无拘可步了 由此可见 广宁的失败 对整个明朝的辽东战役 影响有多大 可是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啊 竟然把熊廷弼 王化珍同时代谱下狱 追究弃守施疆之罪 四月熊廷弼 王化珍同时被判了死刑呢 燕党借机诬陷熊廷弼 曾经盗军队物资 贿赂东林党人 魏忠贤就借着机会 杀自己的仇人呢 他撕拾手下早日前 把熊廷弼处死了 天启五年 熊廷弼被杀 临行前 熊廷弼做绝命师一手啊 绝比探可惜一探 天下白 说什么也没用啊 命都没了 明王朝这叫自毁长城 明朝跟后金作战是屡遭败计啊 广宁的失守 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丧失殆尽 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 山海关已经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面前 广宁丢了之后 王再进既认为辽东经略 这王大人主张专利防守山海关 放弃关外地区 所以上任后 就在聚关巴里地的巴里户修筑城池 制兵守运 驻守宁远等地的兵被检士 袁崇焕 对此不以为然 他主张应坚守宁远 宁远 就是现在的辽宁新城啊 应该构筑宁远锦州防线 他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大学士 孙承宗的肯定 孙承宗上书皇帝自请都师啊 当时明朝的皇帝是那位明西宗啊 这西宗就是那木匠皇帝朱油教啊 他哪懂得打仗啊 反正底下有请的 他就答应 当时明西宗朱油教 答应让孙承宗作为都师 赐给他上方宝剑 天启二年八月 孙承宗接替王在静 惊略辽东 他放手让袁崇焕整顿防务 还令游击祖大寿 守于宁远西南海中的绝华岛 这样就跟宁远形成鸡脚之势 袁崇焕 轻功修筑宁远城 历时一年把宁远城修好了 修建后的宁远城高三丈二尺 四脚敌台三面突出 可以施放火炮 孙承宗倾力备战 练兵十一万 造铠甲兵器数百万 开屯田五千顷 又调兵潜将 修建锦州 大陵河小陵河 松山杏山 右屯等要塞城池数十座 分兵把守 后金军一看明军 手背慎严 一时不敢屌性妄动 但是这个时候 明朝廷内部 由来已久的党派纷争 越来越严重 富有谋略 熟悉军事的将帅 先后都被撤换了 这位孙承宗孙的人 跟当权派宦官魏忠贤 肯定是有矛盾呢 这不是一伙人呢 他受命经历辽东三年 还没到期呢 就受魏忠贤燕党的排挤 被迫去职 取而代之的是燕党成员 叫高帝 这高帝胆小极了 而且他不懂兵法 一看后金军勇猛善战 他推说关外 备不可守 主张撤销关外防线 退守山海关 冤冲焕门厅 出来是距离立正啊 兵法有进无退 锦州右臀防线动摇 宁远前臀震惊 关内可就失去保障了 可是怎么说 这高帝也不愿意在外边 他非躲山海关里边 觉得安全 他一意孤行 不容袁崇焕多言 要求袁崇焕 放弃宁远前臀 撤兵进关 袁崇焕是誓死不从啊 我在这儿当官 死就死在这儿 是绝不会离开 高帝一看 这袁崇焕态度挺坚决呀 那好吧 他自顾下令 命令将士 手遇在锦州 右臀 大小林河 松山杏山塔山 你们这些人 乐意走 全跟我走 退归山海关里 不乐意走的 就在外边等死吧 而且他还屈民入关 一时间军心大乱 百姓逃亡 枯生振野 诺尔哈赤高兴 为什么 明军主帅一人了 孙成宗 诺尔哈赤还真出头 这人会打仗 这高帝 整个一窝囊废呀 诺尔哈赤以为 有机可乘 就在转年正月 率后今 十三万大军进攻 临下锦州 松山 大小林河 杏山 诸城 如入无人之境 这最后围攻宁远 袁崇焕守着宁远呢 现在 就剩这宁远孤城啊 袁崇焕苦守孤城 撤入山海关里的高地 是坐势不救 宁远城 危在旦夕 诺尔哈赤信信 告诉袁崇焕 赶快投降吧 袁崇焕这断然拒绝 回答道 一当死守 岂有降力呀 要死就死在这 哪有投降就说呀 袁崇焕 召集众将士 要求大家 与阵地共存亡啊 誓死固守 一面派兵 把城外民居 尽行烧毁 兼毙青脸嘛 人员全部撤入宁远城 一面 传习闻到山海关等地 凡发现将士逃亡者 力斩 敌人从四面攻城 袁崇焕跟满贵 祖大寿 这些将领们 率军是英勇抗击呀 向敌军 施放箭矢啊 什么叫凋零箭 怎么叫滚雷石 但是敌人攻势很猛 眼看要攻上城墙了 袁崇焕 叫来一个叫罗莉的兵丁 这人是福建人 也不从哪学来的 会发射西洋巨炮 袁崇焕把罗莉找到跟前 你此时要点炮助阵 是 顿时间 炮伤震天 吐尸飞扬 后金的兵啊 腾空坠落 纷纷逃窜 努尔哈赤一看 后金兵死伤太重了 急红了眼啊 拼命也得攻啊 继续攻城 但结果 除了增加伤亡之外 收效甚微 一生好胜的努尔哈赤 不得已承认失败 宣布退兵啊 努尔哈赤 自宁远败归沈阳 召集朱贝勒是悲愤交加呀 向我努尔哈赤 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 战无不娶 功无不克 河都宁远不能下呀 宁远之意失利的打击 对努尔哈赤来说 是致命的 他感到莫大羞辱 以至于换上了庸居呀 背上长了牛子了 八月十一日 雍居突发 努尔哈赤 并是于距离沈阳四十里的 埃吉普 对于他的死因 有人说是在宁远之意中 中了炮伤 后来是伤病发作而死 不管哪种说法 努尔哈赤的死亡 跟宁远之败 有着直接的关系 宁远之战 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 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消息传来 朝野振奋 明朝廷当即 升袁崇焕为监督御史 撤销高地的职务 不久又命令袁崇焕 巡抚辽东 镇守宁远 担负起守卫辽东的重任 宁远哈赤死后 经过一场平静 而又激烈的明争暗斗 他的第八个儿子 四倍了黄太极 继承了后金国的大寒妹 根据诺尔哈赤生前的安排 这弟兄几个 是共同治理国政 黄太极虽然做了寒妹 但处处受到智肘 受人牵制 实际上 仍旧不过是 正皇旗一个贝勒罢了 三十四岁的黄太极 毕竟不至等闲之辈 他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又有非凡的政治手段 没过多久 他就做成了几件事 一是整编庄户 放庄园汉人为民户 选汉官管理汉民 二一个呢 是发展农工生产 保障经济供给力量 三是实行军事改革 组织了蒙古八旗 汉军八旗 造了不少叫做天佑 助威将军的红衣大炮 将黑龙江流域 统入了后金国版图 四是进行国家机构改革 仿照明朝制度 设立了 护立礼兵行功六部 夏至城政 参政 取新郎 等等职官 由满人 蒙古人 汉人 任职 既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 又分散了满人贵族的权力 有一个名叫李百龙的汉人 参政建议啊 今后凡是为官的 都应按单次排列 入朝武拜 黄太极觉得这个挺好 正合心意 省得想不出自个儿来 马上照准啊 下令此后 不再兄弟同寿朝拜 又规定六部贝勒 都要到衙门上班呢 不能在家里办公 除此之外 他还推行考试制度 选拔人才 量才录用 由此 范文成进入了文馆 这位汉族人范文成 可是满清初期 一个重要的谋臣 您买我当上了参将 这都是汉人中的优秀人才 他们要帮着黄太极 抬高身份